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关系 希望这次分享带给大家一些其他的丰富的支持 然后首先呢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复案分 好的 那么今天这次分享 一定要大家清清楚都知道什么是反应 首先它是一个全新的用于构建跨平台手机APP的 SDK 那么手机APP就是大家玩手机的时候那些移动应用 它们到底是用什么语言开发出来的 后面会跟大家介绍 首先呢 那么构建手机APP在很久以前就是一开始是有两个巨型公司 它们推出了自己的一套平台去构建这个手机的APP 那么苹果呢它就用OC这门语言 你可以学习这门语言 然后去构建这个手机的应用 那么如果你是喜欢Android或者说你也是安卓手机 那么你就去使用Java这门语言 然后在Android的平台去搭建你想要的应用 那么这个就很明显了 两款不同的应用运行在两款不同的操作系统上 那么这个时候 微软的那个外部的那个 我们先不在这儿做于解释 那么 这两种语言 编写出来的应用它的优势和 我们需要做什么都有什么呢 它的优势就是 原生厂商提供的平台和语言 做出来的手机应用它能提供给你最优的用户体验 什么是最优的用户体验 就是从你的眼睛视觉看出来的这个页面的效果 还有就是你点开这个应用 你点击不同的按钮 不同的图片 它的反应速度也是最快的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 就是说我要是想开发一款应用 我首先得选 我是要用Oset还是用Java 那么一旦我选择了这个 那么可能我就要面临一个失去 我就失去了另外一个平台的一个优势 那么 当然不排除同学们 又会开发 iOS的手机应用 又会开发Android的应用 当然 但是呢 这就有一个成本问题在里面 所以呢 当我们选择了一大阵营 然后我们就会去实践 实践我们要去学习这门语言 并且去就去在它的这个相应有条件上去练习 或者去制作 或者去甚至于你求职的时候 Android和iOS的这个手机应用的这个部门 也是应该是分开的 你选择了这个 你可能就会舍弃另外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间过很久了 来自两个阵营的开发者 他们意识到一些问题 首先呢就是客户 他可能并不想付钱去 最终得到一个不太感兴趣的应用程序 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可能 辛辛苦苦去开发 但是呢 你的公司 或者说你个人 你发现啊 你开发这个用户的需求 天天都在变 我们对手机应用的苛刻程度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用这个手机应用 过了几天我们就不太喜欢用它 可能是各有各的原因 其次呢就是说作为开发者 我们希望快速的构建应用 但是呢 我们又不能影响自己的这个用户体验 我们要快 我们UI要好看 那最终呢 啊 这种想要去双赢的这些开发者 或者公司他们会觉得 我在Android和Alice上应用 如果它的UI是高度统一的 那么这个客户的这个粘性 也是会是最高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了 采用良好的移动跨平台解决方案 是一个趋于未来的趋势的方案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技术 然后一门语啊 我可以同时 运用在这两个不同的操作性格上 并且UI又好看 性能又快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我们最终的一个 这些东西 有一个供应的方案 于是呢 跨平台的UI观点方案出现了 就是首先呢 在之前是基于WebView的可动啊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WebView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WebView是安卓或者iOS 这些设备上的平台提供了一个 像一个组件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当你打开一个应用 去点开一个超电机 那它会弹出来一个 像浏览器一样的这个应用 一个界面 然后它去加载网页的一些界面 那这个东西就是WebView 那么呢 基于WebView的这个可动化的框架 它是会 你就开发一种语言的框架 它可以运行在两个平台上 那么是依赖这两个平台的WebView 那安卓有安卓WebView的这个样子 特性 iOS和iOS WebView的这个样子和特性 那么它们的优势是 首先跨平台 我可能会这一次 我就可以去做这个手机APP 那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问了 有没有Web开发 也就是说如果你掌握了Web的一些技术 HTML JSS 这样的技术 你就可以去做一款应用 它可以运行在两个平台上 那么这个它的优势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在Web开发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天然的空间 然后还有自动化的参数工具 去辅助我们去开发这样的应用 那么它的富足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WebView的 所以这个UI的渲染效率 不是不见人意 我们对于那种在网页当开发的人 它可能听过一句话就是 当你这个页面如果加载超过三秒 用户就走了 它再不会放了你的网站 那么这个UI渲染效率和执行效率 就稍微比较大的影响了 用户会不会用你这款应用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厂商定制与兼容性问题 难以达到一致的用户体验 也就是说 我安卓手机 我开发这款应用 我用它 它跟我的感受 跟IOS的感受不太一样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两个设备的平台 的WebView的支持也不太一样 最终呢 就是说原生的手势 就是手机的一些底层的功能 你没有办法去用 就是完全去用可多瓦 这个框架去实现 因为它有很多第三方插件 可以去实现它 但是你需要往外的一些工作去做 并且呢 比如说还有什么多点触控啊 就是你在手机上看到那些 又不够简单 但是很酷炫的效果 你没有办法去用这种框架去实现 你依然得去学习 AC OC 依然得去学习这儿 那这个时候 React Native就出现了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这个响应式框架 这个 这个 大家都知道是Facebook 太阳那一款 一个框架 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 刚才文一提的 提到的WebView 它的缺陷 那么 我这个RN的这个框架 我就想 那我 不用Web了 我 我回归于 这个设备厂商提供的 Widgets 这个 OEM的Widgets又是什么呢 其实简单来说 它就是 原生厂商提供的 一系列的组件 比如说 你看手机的一些 呃 什么天气的 展示天气的一些组件啊 啊 日历的一些组件啊 就是所有东西 它都是组件形式的状态 那么 我的 RN的这个框架 它支持你使用 GIS 然后去 呃 创建一款APP 然后这APP呢 它的原理是 它的接口 会调用设备厂商的这些组件 来去 呃 去 就是创建一款应用 那么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它的优势就是 将UI的渲染交还给的系统 加快的响应速度 并且呢 依然是使用 GIS27秒的 那么它的不足就是 跟各个 各两个系统的这个 这个空间库是强合的 因为它依赖 不同的设备提供了 不同的空间 呃空间集 然后呢 去炫耀 就是展示出你需要的功能 你需要的应用 那么 这就会造成 呃 处理就是系统不同 它就会有差异性 差异性呢 就会导致这个 这个快平台的特性 就会有一些大折扣了 这就是为什么啊 啊 啊 它会出现了 其实理论上讲的 已经是一个 啊 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想 在这个 跨平台领域 还有没有 进步的空间 那么很明显 这句话是站在一个 技术人员的角度 因为技术人员 就不断地去追求 最新的技术 你总是觉得 这样写 会很酷炫 那个人那样写 什么函数式啊 什么哦哦写出来的东西 别人也看不懂 让自己就觉得很牛逼 那么 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什么因素可以现用过 因为我们去开发这款应用 其实目的是 让别人用吧 使用者 不懂技术 它根本不在乎 你用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两大平台上 咱们这些开发者会想 成功的产品 首先需要同时出现在两个移动平台上 你舍弃任何一方 那么其实都是一大牺牲 然后呢不同平台 同一应用 你会看 这这这这这图 你会发现 这个是安卓平台的 然后这个是iOS平台的 你会发现 同一款应用 它们长的样子 其实是 是希望区域一致的 那么不同的应用 其实它们的长相 你会发现各个风格 什么瀑布式的 然后什么这种 这种相框式的 然后呢 大家就会慢慢的觉得 哇 品牌化的自定义UI 才是我们的 我们又想自定义UI 我们又想 在两个平台上 都支持我们的APP 这幅图是我从 啊 网上截取的 这个图是一个 2016年的一个 获奖的一些 优用的一些截图 这个时候 Flatter就出现了 那么这款空间 它 它是怎么样呢 它不用外部有 那么 设备厂商的 原生的 这些组件 空间 我也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选择了自定义UI 因为它也说自定义UI 是我们的 那不要这两个 它怎么样去完成 那些固圈的功能呢 首先 啊 要介绍一下Flatter的前身 啊 叫Sky 它是15年的时候 在DUTS开发者 大会上 啊 把这个东西去公布到出来 并且呢 它的目标是 什么 120FPS 其实 嗯 就是做过 做移动开发的人 它会 比较在意帧率 这个概念 其实 FPS就是 就是 每秒有多少帧 也就是说 就是我们正常人 每秒 你感觉到 页面的那个 过那种闪烁 就是十节 那么 120 其实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一个 视觉效果 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它呢 Flatter就是在Sky之后 然后 定义为Flatter 它是使用Dart 作为开发语言 就不要这样script 那么 也就是说 啊 如果我一直在用reactmative 去做这种跨平台的应用 那 我可以去选择 尝试永远用语言 去用Dart作为开发语言 然后用Flatter用框架 这个 之后会介绍一下 什么是Dart 然后呢 Flatter它还是 唯一提供 这个响应式视图 而不需要 JS调节器的移动SDK 那么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概念 叫什么是 JScript调节器 其实这个我之前想过 但是我不打算在这次里 给大家介绍这些 非常 底层的概念了 我们可以先理解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选择A不选择B 我们要知道它们各个的 好处和坏处 我们也不会一味的说 我们这个A就好 B就坏 就公道自在大家心里 大家喜欢什么 就去用什么 然后呢 这个是Flatter的一个 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首先它是用概括圆形 它会有设备专用的 这个视觉交互员 然后下面就是它自定义的一些 底件库 然后再下面就是它就比较 什么渲染层啊 动画啊 然后绘制层啊 其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大家也会看到它的这个 底下的引擎用 是C++去实现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是 Flatter的这个渲染库和空间库 是它非常有特点的两部分 其中呢 在Flatter的界面渲染固定中 它是分为三部分 布局 绘制和合成 也就是说 它这个框架是 去负责去绘制 这些组件的 UI的组件 然后呢 这些空间是什么 其实呢 我刚刚没有了 空间是什么呢 空间就是说 当你打开一款应用 然后这个应用 它可能有若干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列表 比如说是按钮 比如说是一些展示的 什么图片的相册啊 或者说你翻页的一些交互效果 它都是可以用空间去作为单位 所表述出来 也就是说在Flatter中呢 一切皆是空间 通过组合嵌套不同类型的空间 你就可以构造出任意功能 任意复杂度的切面 也就是说呢 就是说做Flatter的这些 这一帮子 开发者他会觉得 虽然说移动应用 每天会有数以千万计的 在应用商场里出现 但是他们长的 其实样子 总体来说就有那么几大类 做资讯应用呢 它可能就是瀑布展示 一条一条这样子是有规律的 那么做这些 做什么游戏应用呢 它可能是以图片为主 也是以资讯为主 那么像是做微信啊 做什么支付宝啊那些 他们会有他们各自的共同点 比如说微信和QQ 他们都是以用户列表 然后以聊天的窗口 这些组件 其实是有通用性的 我并不是说 我一切接组件 我每个组件都是特殊定制 其实不是 其实越 大家也知道 就是某些 某些条件下 越通用是 越方便 开发者 所以呢 这个空间的生命周期 就是说 刚才解释的那些 空间的生命周期 它是长这样的 它分为 无状态的空间 还有有状态的空间 这里就是 我想表达的是 Flutter它是借鉴了 RN的一些 这个生命周期 State State list 这些概念 也就是说 他们 就是任何的新生事物 它出现 肯定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他也 也学习了RN的很多东西 那学习肯定是因为 它存在继合理 它很有意义 所以呢 Flutter做了哪些革命呢 就是说它重写了UI的空间 它不要原生厂商提供的那些组件 并且呢 它的渲染逻辑 是用DEMT去实现的 执行效率比GS要高 另外呢 它我们的这些渲染引擎 也是通过跨平台的 一个SPEA的图形库实现 所以Flutter它只依赖 不同设备的图形绘制接口 然后去最大程度上 保证这个平台体验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 之前的那些 那些技术 除了原生的 就是 除了原生用OC和JAR 那种最佳用户体验 在跨平台领域 Flutter是用 它舍弃了WebView 舍弃了OEM的Widgets 那么它是依赖自己的 大处原生的 这个框架去实现了那些组件 到了19年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在18年12月的时候 Flutter它是release了 它的版本正式到达1.0 其实业界有一句话就是 我们经常在开篮 开篮领域去使用一些 开篮的程序 包依赖 当它的版本小于1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不会不敢用的 因为小于1 意味着这个产品随时可以被放弃 那么作为开发者 要用它的话 那如果被放弃了 你就哭了 所以呢 它的19年发展路线 也非常健康 因为它有四个 四个要 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它希望自己 稳定迭代 更加易用 生态系统呢 就是提供这个插件的质量 插件就是 去 插件其实在我理解就是 因为手机有很多底层跟硬件相关的一些功能 它这些插件就是去弥补 这个应用和这个底层交互的那些过程 那么它要超越目标 不仅仅做跨开展的目标 它要在桌面端 有所探索 那么工具呢 就是说大家平时日常开发中 使用的那些什么IDR插扣的 它也会有一些IDD的更好的支持 所以呢 其实大家去Github上看的时候 我反而注意到 它已经有五千多个issues 还有好多个PR 就是说大家非常关注它 它之所以开源 也是因为 就是说任何封闭的 封闭的这些技术 是难以在大家广大这些 拥有智慧的开发者的努力下 去更好地去维护者生大环境 那么 大家有没有想要去试一下和冲动 没有 我是很想用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下DAT 因为用Flutter 你不能不用它 那么 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大家 嗯 我也是听到一个段子啊 就是 为什么Flutter团队它用DAT 然后那个 开发 开发那个 那个人也说 因为他们坐在我们旁边 问他们这些问题 咨询他们很方便 所以呢 用了DAT 但其实呢 然后在后面一个PVT里 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Flutter使用DAT 的原因 那么DAT是啥呢 就是DAT可以 帮助你去构建APP 它可以构建出什么样的LAT呢 就是 首先界面优雅好看 然后呢 拥有高几次的用户体验和多平台的这个支持 它 它是支持移动端和外部端的 嗯 我想问一下大家的那个技术账都有哪些 就是 就是 是偏前端还是偏后端 有Java的 嗯 嗯 Donet 没有 那 Jazz 嗯 还是挺多的 然后呢 那 还有什么 Python Ruby 哦 好的 那么DAT 这个语言 它是比较偏OO的 它是一个 强类型的 快换排的语言 那么它的 它呢 就是说语法 非常清晰 生态 环境也 也很优良 所以最重要的是它 预编逸高性能 并且可以快速启动 然后这边啊 这个截图是我之前 去练习的时候有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也是用了一些 嗯 Function为主的 也有自己的Stream 也有自己的一些 嗯 什么 循环的那些逻辑的一些 啊 点还用到 类啊 什么的 它也支持想定式编程 和 逆步编程 那么 它的基本语法 其实 看 跟 感觉很混合 又有 这种 这种 像 这种 这种 像 这种 像 这种 类型 反正类型 就是一些比较细细节的问题 它依然有类 然后继承抽象 换行 这样的特点 并且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也就是说 因为毕竟是要跟别人合作嘛 你的这个项目那边啊 酷呀 这个实践 它都有在它的官网上去告诉你 所以说你要学这段语言的话 不妨去 去follow一下这个DAT的这个实验准则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用flatter去创建一个应用 它的长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 这一个应用flatter 你会发现在 在另一下面 就是一个用DAT语言 它的文件 它需要 它需要你编写 业务逻辑都在这个里面写 然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项目架构 有LS的folder 还有安卓的folder 也就是说 在你起用你自己的业务逻辑 然后去编译 去打包 然后它会帮你生成 就是两个设备平台的应用 然后这个时候 本地去运行 然后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然后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大文件 然后你也会看到 有一些无状态组件啊 或者说有状态啊 还有它的上下文 它的这些home title 这些移动端 非常典型的一些feature 那么那么大的运行方式有哪些呢 其实是有三种 就是说 比如说它可以 转成GS 然后运行它成为短期 这个就是它为啥就是外部短 另外呢 它也有自己的DAVWIM 直接在那个行中去运行它 DAVWIM也是 大家也就是知道 JVM啊 什么 啊什么NodeGS啊 它就是一个快速台的一个运行环境 然后另外就是AOT的方式 编辑成机器嘛 就是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Flutter框架 它就这么干 呃就是说 在移在移动的这个领域里 就是 AOT和JIT JUST IN TIME 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 就是应用 毕竟你会感觉到是一个 啊 客户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它的打包 它的编译 它的用户使用的这个速度 就是会有 会有两方面的取舍 嗯 其实据我所知 就是说 啊 目前我之前在网上了解了一下 就是 就是阿里的咸鱼 然后还有 还有美团 的 美团的一个应用 它们已经再用Flutter 然后再用DAT 然后它们就会 啊 有很多的实验的一些经验 然后它们也会 啊 有自己的 在什么方式下 去编译自己的这个 应用 然后去更快的 部署到不同的商店 去发布零多故事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Flutter 选择DAT的真正原因 就是 首先它有健全的类型系统 那它可以 就是 呃 支持静态 类型检查 这是方便开发 开发同学去开发的 然后呢 就是代码体积优化 并且有 丰富的底层库 和一些跨 就是跨平台 然后S1 你知道你放了一套带 然后就是它的运行模式和它满几层 就是说 它 拥有了这些 原因 导致 呃 我们这个Flutter 是没有利用DAT 这个时候呢 就要介绍它DAT2 DAT2也是 我忘了 就是最近 进阶的一个版本 那么它呢 它目标是什么 它目标是成为 移动与外端的主流开发源 呃 其实 我有个个人想法 就是 就是说之前 Android 是一直在用Java去编写游用吗 然后后来他们去 去 游了快速单放 用了DAT 那么就是说 在我理解这个谷歌 它会把DAT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女人去推 为什么呢 就是 因为Java 被 甲午王 买了 然后就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什么官司啊 国外对这方面还比较 也要严格 然后呢 DAT2的话 它会大加强和精简类型系统 并且清理的部分语法 然后 也会有重建了大部分的 开发工具链 其实就是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哇 我真的在改变 用我用我 就这样 然后融合了 包括 Flutter AdWords AdSense 这些早期经验的教训 然后 真的刻骨反馈 成千 就是进行改进 里面持续改进 也就是说 他们的态度 是非常nice 这个时候呢 我要说 就是当我们觉得它 好与不好的时候 我们得去实际的 动手操练一下 就是说 讲的一大堆 好还是不好 还是要大家自己去使用了才知道 那么 那么对于 刚才我说到 就是 嫌疑和美团 他们在使用Flutter的时候 然后 关于速度 性能 还有什么CPU占比 GPU的这个 效果 数据都是非常好 谢谢大家 不知道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这个DOT好像在就是比如说书店很少见这个 这个 这个 是的 是的 那就是 怎么说呢 首先这门语言 不是那么的 致命度那么的高 并且是在Flutter 如火如荼的时候 它才悄悄揭开自己神秘的面纱 但是呢 像咱们如果要是学习大的 刚才也有讲到 就去它的官网 它的官网有很豐富的文档 并且有 实践的转移 嗯 实践的转移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电子的时候 所以 不太去实体电子 还有没有什么 问题 其实我也很好想见你 比如说大家以后 如果自己的公司呀 或者自己做项目 想要去做应用分应用的话 可以去尝试选择一下 使用一下它 那个 你有用力 做过商业化的东西吗 商业化的东西 商业化的东西 做成熟的产品 我没有 但是我刚才没有讲到 就美汤和鲜日 嗯 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也用过一些混合开发 但其实就是 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坑的 我们知道 大型的东西 那你在用 哦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开发 混合开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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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一款成熟的应用 你要用Flutter去转的时候 一个是就是 相当于是一套代码 就是直接 按照IS都有 就像是什么 那个 YOP 那种混合的 或者说是VXD 其他都有各自的问题 是的 就是说真正在开发过程中 就有一些 需要面临的问题 是这样的 嗯 就是 我没有做过商业化 是这样的 基于大的Flutter的产品 然后据我所知 我看到的其他的 生产环境的一些应用的例子 就是说 他们有时候真的是难以解决 难以解决到他们要去直接跟 Flutter大的团队去沟通 就是他们可能会帮助你 如果这个问题确实 你们要当前无关解决 他们会去迭代自己的版本 嗯 所以就是长期用起来不行 但是实际的话 还有再过一段时间 嗯 是 其实这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是 现在处于探索阶段 我们可能很多人在等待 但其实如果你现在都开始用 你像一个伯乐一样发现它 那么在它很成熟的时候 你自己的经验 也会在这段路里变得非常的豐富 那个时候可能别人还开始 因为它很火 你用它 但你已经成为专家了 因为你知道 知道我坑越多 对你来说收益更大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